有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企業 在今年頭五個月生意額跌了最多一半 尤其業說未來一年會將業務轉為數碼化 希望增加收入 中華廠商聯合會和香港品牌發展局 分別在六月和今個月以問卷訪問 110間有原創品牌的香港企業 八成三的企業說疫情下今年頭五個月 生意額下跌三至五成 企業對春年前景感到審慎樂觀或樂觀 由六月份的四成七下跌到八月份的只有兩成多 香港品牌發展局總裁楊立門說 兩次調查中雖然企業對春年的前景有擔憂 但業界對營商環境仍有信心 有業界代表說未來一年會將業務數碼化 包括引入網救、電子支付等 期望可以增加收入 我看到如果他們真的做好數碼基建 做好數碼營銷 其實香港很多企業都看到未來的前景 其實它不只是做本地 如果要做好這件事 其實他們可以做大灣區 甚至乎做全世界 另外楊立門也提到 下個月底本港出口貨品去到美國的時候 需要標記原產地是中國 不得再用香港製造標籤 他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在其他地區 推廣香港品牌的商品 無線電視記者李慧怡報道 這就是 有關的水平 所以,你會做好幾個時報 我們要做好幾個時報 只要你會做好幾個時報 我們會做好幾個時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